7月30号李登辉病亡当晚 有一名男子在其病亡的台北荣总医院门口燃放鞭炮 并与旁边的人发生争执 随后离开现场 当晚22点多 台北市各处陆续听到鞭炮声 对此台湾亲律媒体三立新闻网称 传统习俗有所谓喜丧 是家属替高龄80岁以上过世的老人家所办的特别丧礼 大摆宴席三天至五天 霍尔孙安排敲锣打鼓 将丧礼办得热热闹闹 对于这一说法 有党内网民讽刺 少往脸上贴金 想太多 三立别再装聋作哑 鸵鸟心态 还有人反问 那我怎么没看见你们欢天喜地放鞭炮大摆宴席呢 我等着看你们言哪出戏 而据台湾警方透露 当晚的鞭炮声是因为有老兵不满李登辉政治立场 以放鞭炮的方式庆祝 对此也有台湾网民回应表示 应该不止老兵吧 据报道 李登辉病亡当晚 岛内网络上出现各种声音 很多人认为李登辉是台湾最大的罪人 称李登辉病亡 自己心中的怒火终于散了 还有岛内评论人士认为 此人任内亡了国民党 带来黑金政治 心甘情愿想让日本占有钓鱼岛 造成台湾分裂 奠定所谓台独做大基础 危害中华民族 沁竹难输 它是所谓台独眼中的救星 却是中华民族的败类 第三个人 全台湾 空